而黑心豆花事件这位永昌化工的负责人呢 被地检署约谈了 媒体记者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贩售这工业级的石膏 他居然说我没有 死不承认 还说这些石膏没有问题 让大家都傻眼了 而这次除了卫生局和卫福部之外 检方与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 他用工业用的 你知道那不能吃吗 永昌化工负责人走出车外 被大批媒体包围 被问到为何对外贩售工业石膏 他竟然打死不承认 新北地检署43号亲自带队 击查英哥永昌公司 发现几十包石膏粉就躺在仓库里 总共查扣了30公斤包装的 二水石膏以及25公斤的 无水石膏 警检也前往北市第一化 搜出卫生局封存的石膏 以及相关物品把负责人 通通带回警局增讯 混冲里面包装的是工业级的石膏来混冲 然后其实你把这个包装一打开来看 我发现说它其实是工业级的石膏 混杂在里面 这种套装方式来贩售 不效业者的心境实在嚣张可恶 永昌石膏公司 涉嫌从大陆进口的工业级无水石膏 套装成食品级的二水石膏 再以便宜价格对外贩售 这次除了卫生局以及卫福部以外 警方也介入要查出黑心业者不效行为 食安风暴一波接着一波 民众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徐兆伟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